新年快樂 還有男人的女生 你好 歡迎回到3點畝師傅的桌上運動系列 Sylvia 我們有這麼多集 我們玩了單人和雙人都玩過 來到最後一集有什麼新玩法可以介紹給我們? 沒錯,我們這次當然是找多些人來玩 不要說太多了,我們先開桌子吧 我們這集會跟大家說一下一些團體的小遊戲 一開始我們設置了一張桌子 然後你見到桌子裡有些三三的碟杯 究竟做些什麼呢? 今天就請到Yoyo和Sylvia 跟我們一起進行團體的碟杯小遊戲玩法 一開始我們可以因應你自己的程度 或者你自己的喜好 你想去碟哪一個花式呢? 我們第一集有學了三三、三六三 我們首先不如試試三三碟杯 做些什麼呢? 我們會順著次序去完成我們的三三碟杯 首先這裡是A碟區 B碟區 C碟區 一開始就會由Yoyo開始 他會完成了A碟區 然後他就會移到B 然後最後會完成C 而我是第二棒的選手 我就要鬥快去追到Yoyo 如果我追到Yoyo的話 我就成功了 Yoyo就要暫停比賽了 而Sylvia的角色就跟我一樣 他就要鬥快去追到我 如果他追到我 我就要暫停 跟Yoyo一樣 我們就要最後的贏家 就是Sylvia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現在立即做一個示範吧 好 我們現在會進行這個團體的遊戲 一開始我會完成我的A碟區 然後我就會側條去到我的B碟區 然後再做C碟區 然後我就會回去起點完成這個項目 現在事不宜遲我們開始了 雙腳微微彎曲 Ready Get set go 收杯 好 開始第二 第二號選手 加油 完成了 原來也挺累的 Vinny我們有沒有其他玩法 可以不用走得那麼多 有啊 我們現在會跟大家介紹一副 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都可以做到的一個碟杯運動 一開始 你會看到我們已經設定了一個計時器 如果沒有計時器 不要緊 你可以用一個手機 或者你家裡有計時器 也可以用來做一個計時比賽 現在我們這一組人 會有我們三個 而鏡頭前面的你 就會跟我們鬥快 我們現在就準備了一同有十八隻的經濟碟杯 今次我們不做三三碟法 今次我們會做六的碟法 那六的碟法 記得是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要用我們的一號手 去拿三個杯 然後二號手 拿兩隻杯 然後我們就會各自放一個 形成一個六的金字塔 再向外收 二、一 回中間 我們完成了這個六的碟法 我們就會把它交給下一個學員去進行 我都會繼續進行六的碟法 好 完成了我們坐在這裡 都可以做到的團體碟杯玩法 那現在不如我們試一下一個計時版 鏡頭前面的你 記得準備好計時器 跟我們一起挑戰 好 雙手擺 計時器 Ready Get set 六 我們會做六的碟法 然後會交給下一個 加油 加油 好耶 我們的成績是24秒819 歡迎鏡頭前面的你挑戰一下我們 好 多謝Vinny為我們介紹了這項 這麼有趣的競技碟杯運動 這個運動除了可以令我們 訓練我們手眼協調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在家中 都可以開一張桌子 不受空間限制 這樣玩這項運動 沒錯啦 既然這項運動要求的空間這麼少 各位老友們在家中 記得多點和家人玩 沒錯啦 我們下集 將會為大家介紹另一項 好有趣的桌上運動 大家記得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